上集講到,烈火奶奶為了玩殘燕姐 她寫了一些不知道什麼對白給她說 因為不想被燕姐搶鏡,她自己加了很多氣氛給自己 好,全世界準備好了嗎? OK,OK,OK 好,Action 你忘記我了,我要做手術 就像你的樣子化了灰,我也認得你的 我已經不重要了,我就快會變成baby 不行的,你忘記我了 不行的,你忘記我了 是不可以的 我已經決定了 不行的 你忘記我了 不行的 你忘記我了 是不可以的 你忘記我了 真的不行的 那還未叫得上不可以 只不過是不主張 我們醫生說得好 你又來做炸糧? 這是沒有禮品的 下衣 之前也有說過 無論是微創還是無創 但凡手術都有它的風險 在醫療角度來說,非必要的整形手術 其實我們都不太主張 你又不理我? 微創手術的確是被廣泛的應用 妖型以至整容都會用得上 不過微創手術呢 其實最主要的應用都在醫療疾病上面 手術是微創還是傳統開刀呢 其實都應該因病制以 根據病人的病情 和手術的複雜程度去決定 微創手術固然有它的優點 但是對於一些高風險的複雜手術呢 其實手術的安全 遠比於我們手術的傷口大小更加重要 所以大家要記住 可行並不代表是最好的方法 大家千萬不要為了追求微創手術而因小失大 得不上身 一般來說 越複雜的手術 就越有機會需要用開腹手術 例如一些大型的肝臟腫瘤切除 又或者一些比較複雜的肝臟或移臟手術 微創手術都未必適合 微創手術在止血方面 亦都會比開腹手術為之困難 如果手術中出現傷及大血管又或者造成流血 而大量的出血都會令到 耐時鏡的影像變得模糊 手術就會變得難上加難 在這些情況下 就必須要由微創轉為開腹手術了 你倆的耳朵真的要做手術了 不如整天都不要拍了 你倆不要做微創手術 你倆要做重創手術 你倆的耳朵 如果大家對大腸鏡或衛鏡有任何疑問 都可以留言問一下他們 我營造成背景 我營造成背景 我是營造成目牌 confirm win 有 魄